你大概熟悉之后,自己再知道这一行没有,没关系啦 你就是自己再从上面这一行把它复制下来 按个Tab,这边把它改成,你要切过来之后 邮标一定要先放在哪里 所以这个哪一个Range是指哪一个储存和Denslate 然后呢就把它贴上 所以这个我想慢慢你多录,慢慢就会知道说 有些地方可能漏掉,自己补一下就OK了 那至于就是清除的话 其实刚刚有同言,我这个是用录的啦 但如果说你今天用我们之前讲的,其实一行就可以了 像这个地方清除,这边过来 那清除的话呢,三行,录制的 可是如果用一行,可以啊,之前讲过啦 其实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其实这个不用 它是什么,邮标先放在这边 Ctrl Super向下,然后Clear 它是先选取 所以上面这两行是选取 这一行才是Clear Count 实际上我只要一行的话 其实只要怎么样 只要这个地方 现在是清除A1嘛 那如果我要整栏清除的话 就是A冒号A 意思就是怎么样 整栏帮我把它清空 OK,这样就可以啦 或者是说你A1到最下面一点也可以啦 不过可能要多写一行 4以下应该OK 就把它执行,它可以怎么样 帮我过来,然后清除的话呢 就是整栏帮我清除 OK 不过如果你要整栏的话 好像另外有个物件叫Column Column10也可以啦 Column10.clearContents也可以 Column10刮弧A 我记得好像这边 如果你不用那个什么 不用Range的话 顺便我看一下 应该也可以用什么Column10 因为栏嘛 Column10刮弧 哪一栏的话呢 你就告诉我A栏的地方 我不确定应该是不是点 它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点Column10 也不过不确定喔 它这个 但是我知道Delete是可以啦 删掉 如果说我今天用这个Column10 这个地方可以用A也可以用E 不过它里面有没有Column10的方法 也有,有没有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我一整栏把它清掉 这样OK也可以啊 所以其实在VBA里面 可以有好几种方法 甚至这个A栏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E E的话指的是第一栏 你可以用栏 也可以用数字 它其实都可以接受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 资料塞过来 然后如果是用变成第一栏 可以 可以 有没有 所以其实那个叙述的方式 它可以很多种 一般的书里面 它其实也各式各样都可能 所以有时候搞了 每个 就看书的人 会觉得奇怪 同样东西 为什么每一本书写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是正常的啦 至于哪一种方式 你就熟悉的方式最好 所以像我就习惯的方式 挑一种就好了 你不要每个都学 学到最后 最后有些人 这个武林高手招式太多 最后真的要格斗的时候 到底要出哪一招 还要想一下 那武林高手有在想的吗 没有吧 你就见招拆招就对了 所以最好是简单的方法 所以习惯上还是用range 我们就不用color 不过color的话 顺便提一下 至于就是说 最后 有一个就是说 假如用表单 什么样表单 因为我这边云端上 有教各位什么 用这个东西 就叫做进度状态条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让人家感觉 哇 跑跑跑 因为要跑的感觉嘛 对不对 那可是要跑的感觉 难度又暴增了 所以我先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里面会需要一个表单 那个表单其实就是装一个状态条 那我们只是说 每跑一个更新一个 让它长度变增加而已 那我demo给各位看一下 按下它 它其实会只有一行 就是那个表单 假设这个home home点秀 秀出来之后呢 那它就会一直跑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就关掉了 ok 按个清楚一样 有没有 就一直跑跑跑跑 这样感觉会是 怎么说呢 当然就是一种感觉啦 专业不专业有时候 这个也不错 只是说你会发现 这个感觉就是一直在转 转完什么时候不知道 但是这个的话一定就很清楚 你老板一看 这个我喜欢 你用这个方法 一看感觉就会很清楚 尤其是你要让人家等很久的时候 那如果用这种方法 你等很久完蛋了 等什么时候 这个user可能会不耐烦 那但是这个方法 稍微复杂一点 我大概把重点讲一下 其实你们如果要用的话 第一个的话 你要先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表单 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这样而已 那表单怎么加 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这个制定表单里面的话 你只需要什么 一把名称改成这个home 我这边叫home 那你名称叫别的 你可能就是将来注意一下 那个呼叫的 第二个caption 这个我是把它空白掉 上面不要 不过如果你希望 这边有个什么 目前进度冒号等等的 都可以了 然后我是把它去掉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再来在这个表单上面呢 只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标签 大a 拖拉一下 那改 总共有四个地方 一名称改成pb 不见得一定要叫这个名称 不过我是先叫这个名称 caption清掉 因为上面会有这个嘛 然后呢 它的底色改成红色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红色 你可以改别的 第四个呢 把它的宽度改成 这个v10 改成200 那为什么是200 但你未来要400 500都可以 只是我刚好程式里面写的是200 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宽度再移一下 长这样就ok了 那只是说呢 我们要 怎么样让它执行 请你在这个 这个表单上点两下 请你把这个里面 有个程式 底下有一段程式 就是叫 这个这个地方activator的程式 头尾 请你把这一段呢 Ctrl C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 把它盖过去就对 我刚刚不是一个表单 把表单点两下 它会出现click 可是我不是click 我是要activator ok 那activator里面 实际上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动态的丢什么 丢公式到储存格里面 换下一个 所以这边会有个forness forness 那这一行主要是取得什么 取得我黑名单里面 总共有几个名单 会取得最下面一列 那我就一直 让它往下跑就对了 每跑一个 我更新一次 每跑一个 我更新一次 大概就这样而已 那另外的话呢 我在那个模组里面呢 增加一个叫做查询 插入一个叫查询 黑名单的表单 其实主要是把它启动起来 那里面我只有写一行 叫做home.show home.show 意思就是说呢 我把它启动起来 那意思就是我启动它的时候 会触发它那个 user phone activate 里面的程式 它会帮我做 刚刚那些事情 做完之后呢 就会自动关掉了 就会有刚刚的效果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大概就这样而已 所以有兴趣同学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回去呢 自己再玩玩看 我刚刚做的全部都在这里 包含我刚刚做的画面 我刚刚有拍照在这里 你只要顺着这个方式 把它完成 并且把程式贴上 最好你可以自己打过啦 当然最好 你就可以呢 启动这个表单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 它就会出现了 这我刚刚做的 就OK了 有没有 其实不会做很多事啦 就这样而已啦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套用在别的地方上面 如法炮制就好了 只要是跑一回圈 通通都可以做出 叫做进度状态条 OK 这样感觉会比较专业啦 不过 我已经尽量讲的很简单了 这个是在VBA里面增加进度状态条 应该算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这个方法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都是原创的 我完全全 可能你们在其他书里面是找不到的 因为我是尽量用很简单的程式 把一个效果给做出来 当然其他书里面也有做类似啦 不过我发现哇 那个程式一大堆做法好复杂 OK 那这边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以后很希望 以后你的VBA程式里面 也能够出现这些东西 哇那会不得了 像下个礼拜 我们会再教各位就是 如何抓取那个 像我们下个礼拜有一题 那个乐透彩 那资料是从网路上捞下来的 像历年来的那个乐透彩 大乐透资料 网路上都有 可是我如果希望一键把 那些全部资料抓下来的话 也要怎么做 这下礼拜还会再提到 那也就会 比如说我可能有50个page 50个网页有没有 那其实也可以利用状态条 抓一个 秀一个 抓一个 秀一个 这感觉就很棒 很专业的感觉 OK 那时间的关系 今天先讲到这里 那请各位回去 尽量再花一点时间 把这些东西再重做过 尽量能够工作上有类似的 尽量再演练 OK